这弗箭借助天地元气而行 而现在只有十三只 而我在后山的排行 恰好是第三 叫原十三箭 这把弓被宁缺命名为原十三箭的弓 未来可是江夜中的一把大杀器 是由书院四先生和六先生联合打造 弓身中央镶嵌一颗金刚石 里面蕴含着四先生和七先生共同凿克的强大符咒 每当有箭支射出时 清当石和剑杆便会发生摩擦 这样就如同给剑支加了一道符咒 有了这道符咒的加持剑支射的越远威力越大 不料这等神器也极其消耗念力 宁缺只是轻轻拉了一下 右臂就被反噬酸痛难当 因为你现在只是不惑之境 浮到眼超修为 所以呢 你每用一次原十三箭 都是在透支点自己 小师弟 你可要好好保护你自己的身体 因为你很快就要到 荒原石修 君墨解释完又向宁缺下达了一道极为艰巨的任务 就是去荒原历练石修 宁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任务自是满脸枉然若惊 殊不知此刻天下时局早已发生动荡 极北荒原出现极寒永夜 荒人从此无法生存开始大举南迁 然而代表浩天与光明的西陵 开始集结天下各国军队修行者 共同去阻击荒人南迁 而且西陵天狱大神官 又通过消耗自己阳兽窥探天机得知未来 此时西陵长教雄出没号召天下共赴荒原 名为剿灭魔宗女孽 实则是为了集齐七卷天书 传闻七卷天书为日落沙明天道开 合并便能制衡浩天乾坤扭准 与此同时燕国龙庆皇子 还有之首官道池叶红鱼 大和国墨池院书池墨珊珊 都同样接到了宗门派取荒原石修命令 数日之后唐王李仲义也受西陵长教的号召 便在朝堂之上与文武百官商议之后 陛下据成所知 岳龙国为首的是白塔的屈尼大师 南京派出的是建阁弟子 西陵听说是裁决司和天医院都派出了人马 那不就是各方想卖动实力 顺便训练一下西人 既然天下中国的年轻人都要去展示一番 为什么我们谈过年轻人不去呢 正义已决 一致命宁缺率书院弟子赴荒原石修 不日几城 就是这样的大局势之下 宁缺才有了去荒原石修的机会 接下来书院的这帮护帝狂魔 看着心爱的小师弟将要去险恶之地 各自都有礼物相送 四六师兄不但送了原石三件 还有两把刻有符文的坡刀 十二师兄陈皮皮送的都是吃的 哇 大同天丸 你想的没 七师姐母又送了一个手帕 平安回来吧 七师姐在这等你啊 五八师兄送了一副棋盘 十一师兄送了一瓶精创药 最重要礼物便是三师姐余连送的御班纸 一入荒原一刻带上 出了荒原马上摘下 最后的礼物却是二师兄君莫一个问题 浩浩荡荡 同无济有 直冲天穷 好不快在 是为何物 大便 宁缺这个回答虽然很搞笑的 其实听完这个问题 小编我当时想到的也是此物 收完书院礼物以后 宁缺便来到浩天道南门与师傅颜色败别 收到了颜色大师竭尽全力画出的一道副字符 老头想要这道符在爱图生死关头之际 助其脱困也能脱险 看着将与爱图分别 颜色强人眼中打转的泪水 与宁缺相拥告别 不曾想这一别竟然是永连